5月27日,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,涉嫌非法殴打内地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而被香港警方拘捕的20岁男子赖云龙在香港高等法院被审讯。 赖云龙被控以四项罪名,分别为暴动、参与非法集结、伤人和袭击至造成身体伤害罪。 赖云龙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保释,法官听完控方和辩方的双方辩词后,拒绝赖云龙的保释申请,赖云龙继续被成教署关押。 控罪指出,被告赖云龙在2019年8月13日至14日期间,在香港国际机场与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非法集结,做出扰乱秩序的行为,意图破坏社会安宁。 赖云龙还与其他人士,在香港机场寄区通道,非法及恶意伤害傅国豪。 当傅国豪被救护人员送上担架床时,赖云龙仍然追上来,用挂有美国国旗的旗杆打他,造成傅国豪的头、颈及手部受伤。 香港警方于2019年8月16日拘捕赖云龙,他的辩护律师称其是香港本地人,独居于香港上水公屋单位,父母已离异。 赖云龙文化成都为小学六年级,之前是酒店兼职适应生。